我想了一下 其实对我来说 我上药店啊 我最想买的就是口罩 必须一次就整一百个 那么说到买口罩这事啊 还真是有学问啊 像你们这些啊 爱美的女士 就爱整个什么戴花纹的 戴花边的 戴花色的 是不是 那肯定是 颜值高的口罩 我待着我心情好 是吧 心情可好了 但你知道这个 如今市场上有不少这个印花染色口罩啊 虽然颜值高 选择性呢 也特别多 真正呢 把这样的口罩呢 就要称作叫什么 时尚单品 是吧 但是呢 这种口罩的防疫功能 真的就过关吗 咱们呢 来一块上一课吧 来 看一个口罩是否符合防疫要求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看编码 正规的口罩外包装 应标主执行标准码 现在市面上售卖的各种口罩 对应的执行标准不下十几种 而真正能达到防疫要求的 只有这五种 医用防护口罩19083 医用外壳口罩0469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0969 日常防护型口罩32610 儿童口罩38880 也就是说 没有标注这些编码的口罩 都没有达到防疫标准 另外 国家对民用口罩的染色印花相关质量 也做了明确规定 要求口罩内外层色牢度不得低于三级 以防止染料脱落 对人体脸部皮肤造成的不适 染色和印花部位 不得剪出可分解致癌方向暗染料 所以说 当家长给小朋友们挑选卡通口罩 和大人们选择时尚印花口罩时 都应当擦亮双眼 看清编码 不是每一个号称自己是应用口罩的口罩 都具有防疫功能的 没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